强嫩毛新闻,触及你灵魂 2024年1月19日,河南南阳市方程县独树镇燕山铺村英才学校一宿舍发生火灾,同一宿舍的13名小学三年级男生遇难,一人受伤。 那些小学生本该是在梦里追逐彩色的蝴蝶,结果却在火海中无助挣扎。 再说说,这宿舍门和窗户被锁得比金库还严实。 这种安全措施说出来都让人难以置信,简直是把安全两个字颠倒过来读了。 那些孩子们的求救声,就像是一首无人理解的悲歌在夜空中回荡。 这些悲剧背后的人为因素,简直比侦探小说的情节还要复杂。 如果学校多一点关心,少一点粗暴,或许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如果了。 这不就像是那句老话,预防剩余治疗,可惜现实中的很多人总是事后诸葛亮。 看来,在中共治下的学校,真正关心学生的生命和安全的人,比找真还难。 学校里的这些大人,面对生命的态度,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。 首先,中国人经常自嘲试地把自己比喻成韭菜,如果说把学生比作正在成长的下一批韭菜,这比喻真是有点让人责舌。 想象一下,如果孩子们都是小韭菜,那学校岂不成了巨大的韭菜地? 但话说回来,这韭菜地的管理者们似乎只会收割,从来不懂得施肥浇水。 劳动,财富,甚至器官都成了他们的收割对象,这种收割方式比农民伯伯收麦子还要狠。 再说说中国的父母们,他们对孩子的期望简直比爸爸去哪儿还要纯真。 但在如今的环境下,想要孩子平安长大,似乎比登天还难。 这不就像是在玩一场现实版的保护孩子游戏,难度设置在了地狱模式。 话题回到本次火灾事件,事件发生后,通常情况下,本地媒体应该是最积极报道的,毕竟这是发生在自家门口的大事。 但这次,河南的媒体好像是在玩你猜我猜不猜的游戏,完全不提这件事,就像是把头埋在沙子里的鸵鸟。 河南省所有媒体集体晋升,而中央及外省媒体却对事件给出了报道。 虽然现场报道不够及时,但总算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,就像是侦探小说里逐步揭露的真相。 数名学生挤在一间寝室,这密度比地铁高峰期还要夸张。 那些应急措施是不是只存在于演习中,像是那种只在考试前一晚才匆忙复习的学生。 至于那个火灾演变,是不是只有在纸上好看,实际操作起来比拼图还难? 网友们的反应才叫一个激烈。 他们提到去年美国的火车脱轨事故,河南大和报那个勤快发了14条微博。 可一到自家的大火,这勤快劲就像是被按了暂停键一条微博都不提。 这反差,就像是电视剧里的双重人格,让人不禁想起那句老话,尽朱者赤,尽默者黑。 然后,河南日报的微博更是让人哭笑不得。 13个孩子的生命消逝了,他们的微博却在谈论幸运与努力,这剧本编得比电影《天气之子》还要离奇。 至于他们那些关于文旅宣传的微博,这就更像是在拍一部现实版的穿越剧,完全不顾现实中的悲剧。 而且,竟然还有报道韩国踩踏事件的问责后续,这种时候,他们的正义感都去哪了呢? 这就让人想到,有时候了解真相,竟然还需要靠墙外的线索。 对于这13个孩子的悲剧,河南媒体的沉默,简直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 南洋火灾之后,河南本地媒体的神秘失踪,如果你对中国媒体的运作有点了解,就会发现,这背后肯定有戏。 河南的媒体,可能是被省委宣传部嘘了一声,就都安静了。 为什么会这样? 原因嘛,大概是因为这场火灾是个负面新闻,一旦报道出去,当地领导的脸面可能就要挂不住了。 这就像是在玩藏猫猫,大家都得装作什么都没发生,就为了保住领导的面子和官员的乌纱帽。 在中国,媒体的角色就像是党的喉舌,就像是家里的老式收音机,主要任务就是播放两种节目,一种视为中共涂脂抹粉,另一种是遮掩它的小瑕疵。 南洋的这场火灾,就成了他们要遮掩的小丑。 所以,当地媒体自然是要保持沉默,这就像是在电视剧里的角色,遇到麻烦了就要装作什么都不知道。 首先,说到省外媒体为什么会报道这个事,这就像是邻居家的瓜月田,吃起来越过瘾。 因为南洋火灾丢的是河南当局的面子,对其他省份来说,这就像是免费的八卦新闻,当然要抓紧时间报一报。 这些地方媒体,为了保持自己新闻界的小清新形象,自然就会选择报道这种别省的负面新闻。 接下来,谈谈中宣布的做法。 他们对负面新闻的态度,就像是在做魔术,把不好的事情变成好的故事。 如果他们认为某个负面新闻,爆出来对党和政府有好处,那这些新闻就能变身成为正能量的故事。 这就像是在玩变脸游戏,一会儿一个样。 这种做法,用党文化的术语说,就是把坏事变成好事。 这听起来,就像是在做美容,其实是在涂脂抹粉,让不太好看的事情也变得光鲜亮丽。 总之,这整个过程,就像是在看一场精彩的舞台剧,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台词和动作。 只不过这舞台剧的背后,有的时候是真实发生的故事,有时候又像是精心编排的剧本。 这种媒体的沉默,反映了中国在处理负面新闻时的一种特定模式。 政府部门可能出于对舆论的控制和对政府形象的保护,而限制或禁止本地媒体对某些负面新闻的报道。 这种做法可能导致信息的不对称,公众无法及时获得重要信息,从而影响公众的知情权。 这种做法也可能导致媒体的社会责任被忽视。 媒体作为社会的第四权利,不仅负有传递信息的职责,还应当监督政府和社会,保障公众利益。 当媒体无法自由报道重要新闻时,其在社会监督和公共安全宣传方面的作用就被削弱了。 再者,这种控制舆论的做法可能反而引发公众的不信任和质疑。 当媒体不报道或延迟报道重要事件时,公众可能会通过其他渠道,如社交媒体,寻求信息。 这可能导致谣言和不准确信息的传播进而加剧社会不稳定。 从长远来看,这种控制媒体的做法不利于建立一个开放和透明的社会。 信息的自由流通是社会进步和公民意识提升的基础。 媒体的自由和独立是保障这一点的重要因素。 因此,对媒体的过度控制不仅影响了当前的信息传播,也可能对社会的长期健康和发展造成负面影响。